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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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华酒店大门深夜窜出浓浓黑烟 锦销急碎精品店玻璃门 水柱往里头喷洒 专柜玻璃整片碎裂 大批消防员赶到火场 饭店外头停满消防车 房客睡到一段 吓得全都跑出来 拖着行李手 霧着嘴不停咳嗽 还有人甚至来不及穿鞋 光着脚丫穿着睡泡先逃命再说 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 警铃完全没有响 没有在这么大的这种 五星级的雨盘里面 没有一个fire life safety的警告通知 是相当悲哀的事情 越讲越生气 因为火警发生的时间实在太临时 旅客埋怨都没有听到警铃声 也没有疏散广播 案发当时外面下着大雨 气温只有十几度 旅客在外头撑伞等着打火兄弟灭火 台北市知名五星吉金华酒店 25号凌晨三点突然从地下室传出火警 齐火店香奈儿精品店地下一楼仓库 里面堆着纸盒杂物 大火一直闷烧 浓烟直算七层楼高 而齐火店的精品店专门贩经典包包 单价至少15万起跳 损失金额少数也有数百万 保险人员都到场评估 那大规模疏散房客的这个演习 我们是每半年做一次 会请这个消防局来指导 我们一起做这种大型的演习 但是平常的话 其实我们每周都有在做这样子的 小规模的这个编组的演练 饭店现场紧急疏散348人 整栋大楼还因此断电超过13小时 地下一楼各大品牌精品街 也被迫暂停一夜一天 致命五星期饭店一把火 吓坏数百名房客 幸好没有严重伤亡 只是饭店疏散作业似乎不够谨慎 让大部分房客度过惊魂的一夜 谢谢谢俊仲 李杰SNG小组 台北资本报道